接着第二个问题先说香港年金 香港年金本身是一个香港政府想出来的 它不是太差的 它说一年我给予保证2%的年金释放 类似是虎息的释放 你投资额 如果你投资100万 我一年释放2万元给你 即是2% 你分12个月拿每个月都是一千多元 比起你放在银行的利息高很多 银行的利息只是0.0多 你的银行怎么朋友也好 也只是0.1 好了 为什么这个可以吸引力呢? 就是现在因为低息环境 如果香港年金是这么吸引的 现在低息环境之下 投资回报相对低的 就算拿钱去投资 3%的回报已经很高了 5%的回报可能要去国外 去东南亚才能找到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2%的投资回报 即是香港年金的分红 理论上是有少少吸引力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香港年金开始的规模 去达到100亿 结果现在的结算 只剩下80亿左右 即是说 已经超过两三年了 结果 曾经投资的人 加上每年不断增加的投资 结果仍然是向下负的 即是大家就算老人家也好 就算是拿着一些比较多资产 他也不想太复杂 不想参加一些风险高的投资 股票或者投资活动 虽然是有人 仍然放了80亿在政府里面 是政府管理的香港年金 但是其实也有20亿正熟回 即是说不断有人加入 也有人退出 结果没有增长 而且向下负 即是说香港年金基本上是一个失败之作 最记住香港年金的推出时间 是在低息期的 现在低息期的投资回报息率 是相对低的 即是三年一定以下的 如果香港政府每年有2%的回报 某程度上低一个 这个年收回千多元一百万 也不是差 但是另一方面想想 当加息环境出现 美国下年或者后年一定会加息的 2022年年底 似乎加息的步伐一定会来到的 当利息一定要向上加的时候 那个投资回报率相对都要提高 因为利息高了 你放在银堂就得了 我需要出去投资 所以香港年金的分红 都要跟着这个利率向上升 现在如果2厘的话 如果下年或者后年 我们当在未来18个月 是加2厘息的话 可能投资年金都要加到4厘的回报 才相对等于现在的吸引力 即是说现在2厘 再加多本身利息增加2厘才吸引力 但是对香港政府来说 他要放4厘利息内的香港年金 就等于在香港的公帑分4厘出去 这个是不是真的跟着会出现呢? 立法会会不会出声呢? 或者香港政府会不会这样突卫法呢? 会不会永远无论利息怎么升 他仍然放2厘利 或者2厘少多少少呢? 结果你放在香港年金的投资回报 不要说其他风险了 才说投资回报 可能比你外面的任何回报都差 即是说投资年金 是讲一个长远摆钱的一个方案 我相信并不是一个好事 而且香港的很多金融机构 或者保险公司 都有类似香港年金的一些投资产品 可能这个回报率比香港年金还要高 那为什么要放在香港政府那里呢? 第二 当你如果把NPF的钱转到香港年金 你的所有财政 香港政府完全掌握了 第一 就是香港发放生果金 一些老人金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你有香港的年金 而给你抵消呢? 香港政府跟着面对 不是现在的局面 来到下一届 来到下一个财政预算案 即是来到明年二三月的时候 所吹的风肯定很淡 肯定说香港的财政储备 不足以维持香港一个 稳健理财的一个原则 就是未来的财政储备 可能不足以 未来十八个月的财政支出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下年的三月二月 在财政预算案出之前 肯定出大胆风 现在就不会的 现在就是说特首要选举 明年三月就选举了 在三月选举之前 他一定不会吹大胆风 他一定做到好像林郑月娥很威力 很厉害 好像搞得香港很好 他一定不会吹大胆风 他一定收拾了现在香港的问题 而只会报喜不报忧 但是到了他选举陈埃落定了 根本上是全票,知道谁赢的时候 这些爆炸性或者伤害性的新闻就会出现了 就是香港原来本身的财政储备 已经跌到可怕的水平 结果就是要开征新的税项 开征新税项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最大的机会就是收消费税 就像VAT那样 好像英国买东西,台湾买东西,日本买东西那样 就是单价外面还要加税项 还要给政府 这个消费税 可能会影响香港旅游业复苏 旅游业当然会反对 如果消费税不成功 就哪个税第二个可能性出现呢? 就是遗产税 可能一大幅增加遗产税 就让你遗产可能一大部分 截损了才给你的截损 接着第三个可能性当然是资产增加税 这个是楼市很大打击的 最后的可能性才会出现 企划发展商肯定不肯的 好了,如果真的出现遗产税的话 而你又把强积金的钱放在香港年金 而香港政府完全掌握的话 你退休理论上是你未去到就要上路 但当你退休之后 可能十几二十年就要上路了 接着你把钱放在香港年金上 香港政府完全知道的 就是说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你的遗产很可能会被香港政府 在遗产税里脱离一笔 这是一个风险来的 这个原因基于香港的财政储备 香港的税收 或者香港长期在税收 和公共开支之间 是没办法获得平衡预算 而需要新增税汉 而遗产税可能其中一个 重点就是大幅增加的收入来源 可能因为这样 如果放在香港年金 便会摊在土壁给香港政府看 你是不是要骗香港政府 不是的 我可以把钱搬到国外 搬到离岸的 我离岸做投资也可以的 那未必可以 在税部上就需要交香港遗产税 好了 第三个可能性 除了遗产税 可能在香港年金上有虚底 也可能因为香港人在香港 你一个香港年金 每个月在付钱 可能政府给你抵消 你生果金和老年金 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香港政府久不久派钱 譬如今天陈茂波派了五千元 会不会是香港有资产的人士 他遲些就累过累了 不会每个人都派 结果有香港年金的 虽然那强积金还存起来不是多钱 但是也是一个资产 会不会使得大家过了一个 就是过了一个门槛 使得大家拿不到香港政府 跟着可能派的一些钱 一些就是因为香港政府的状况 为香港经济状况而派的钱 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说简而言之 本身强积金就是香港人 就是根据强积金条例 被迫地供给香港人养老 当时整个强积金条例的或实施 以及所有之前的讨论和论证 用了很长时间 理论上强积金现在法例上的框架 是完善的 不完善的地方是什么呢? 大部分强积金的投资回报 比正常低很多 就是大家放下去的钱 很多都不是正常回报回来的 所以更加多人就希望在强积金的到期日 就是说当你是可以退休的时候 或者永久离到香港的时候 你就希望拿回强积金 如果当你想拿回强积金的时候 香港政府告诉你不行 你就需要把钱放入香港年金 我个人觉得反对 因为这个就跟法理上的原则 从当时讨论了这么久的一个政策 这个情况或者结果是相违背的 而另一方面既然我要退休 可能我周遥列国的 可能就像很多北欧人那样 我喜欢泰国住两个月 喜欢台湾住两个月 喜欢菲律宾住三个月 喜欢去印尼住两个月 我就可能过一个慢活一点 而又周遥列国一点的一个生活 未必就是每一对老人家 去到我们退休的时候 即是说二三十年之后 三四十年之后 都仍然日落下坐在自己的老家里 坐在香港里 未必是这样的 可能你喜欢去日本住两个月 喜欢去欧洲住两个月也未必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 如果香港年金 即是说把强积金 放在香港年金里 而每个月发放一点点钱给你 可能完全没有办法 满足你这种 慢活而世界各地旅游的生活 譬如Commet Commet是其中的可能性 可能多了很多方法 他就可能事先收好你的钱 而让你不断住在世界各地的酒店 这个很适合外国的退休人士计划 但香港可能越来越多人参加 这种名色的一个 就是退休旅游 或者周遥列国的一个模式 那会不会香港年金其实局限了 将来大家灵活 用自己应份自己的钱呢? 这个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个人就极之反对 香港政府的任何理由 任何方法去扣押香港人的强积金 无论你说香港年金好 什么形式都好 都不应该的